Heebee 好,請Heebee先拍一張照片喔 來麻煩正前方 好,麻煩Heebee的右手邊下方 這次抵抗的光陽聖煎系列的新品 真的都是為Heebee天賦珍專屬打造的喔 來,左手邊下方 好漂亮,好漂亮 你看吧,剛剛那個一直在朝媽媽的弟弟瞬間安靜有沒有 可以看到Heebee天賦珍姊姊出現 好,謝謝 好,我們也請工作人員交地方這次的新品 其中的這個奇風揮喔 這次的這個設計非常的漂亮 謝謝 謝謝,我們真的特別設計的這個彩合 也讓好多的朋友們都非常喜歡 而且珍藏 正前方,謝謝 右手邊下方 好,正中間 好,左手邊下方 好,正中間讓我們看一下,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收一張 一張麥克風交給Heebee天賦珍 請Heebee跟現場做的貴賓 還有粉絲朋友們先打個招呼好嗎 哈囉,大家午安,我是Heebee天賦珍 是,謝謝 這一次呢,我們要 欸,怎麼沒有掌聲鼓勵 太太羞了齁 還是太震驚能夠親眼看到女神對不對 這次呢,要請Heebee來跟大家分享喔 我們很多的朋友們 大家都非常喜歡這個抵抗的產品 那這一次也要請這個Heebee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知道你在音樂還有時尚上的堅持 就代表了抵抗對於所有消費者的貼心 那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這一次 跟這個抵抗合作的感覺呢 我自己很開心也很榮幸可以有機會跟抵抗合作 其實知道剛剛大家就是有聽到抵抗這麼多年來 一直不斷地敬敬自己 除了,就剛剛提到像在音樂或是時尚 視覺上的堅持跟喜歡 我覺得他們也一樣是 就是在佩戴上的舒適度 科技不斷地求新求變 然後只希望給消費者更健康 然後更好的佩戴方式 其外還有一個就是那個時尚感 對,因為就是角膜變色片它的細緻度 像我這一次他們幫我量身訂做的一個極光輝 我自己戴上來就覺得哇,很驚豔 對,我看到你我也很驚豔 因為他的這一次這個極光輝設計的很多的細節 會讓所有的朋友們在看到的那一刻會覺得被吸住的感覺 對,我覺得以前大家對那個角膜變色片或是瞳孔放大片的印象 可能就是以前我知道以前有一些導演 其實不喜歡演員也不喜歡藝人在拍攝廣告或是拍攝電影或是電視劇的時候 配戴就是角膜放大片或者是變色 因為會覺得魂不附體 就是常常會把,因為我們說眼睛是靈魂之窗 常常就是這個角膜變色片或是放大片 常常會把一個人最動人的眼神跟眼睛的那個靈魂的感覺給遮蔽住了 可是這一次我戴上極光輝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反而更是加分,而且有一點照鏡子突然被自己電到的感覺 對,我還正想講 那請問你戴極光輝你有發現我戴了束光宗嗎? 有,很自然,非常自然 我就是要這句話 因為我就是被導演跟攝影師罵的 譬如我們看鏡頭,他說你看鏡頭 我說我在看鏡頭,你看鏡頭,我在看鏡頭 可是因為你知道戴的當時選不對,不屬於自己的產品 以及不是那麼品質好的 你會完全感受不到 你先沒有在叫你眼陰濕路 你可不可以認真用你的生命看我 就覺得那時候好疑惑 覺得原來自己是不是不適合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抵抗帶給大家 就是充滿那種浪漫的感覺 對,而且你的極光輝其實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你看喔,銀心眼鏡這麼貼近眼球 它其實有很多的細節 要讓所有的朋友們大家非常非常的關心 你剛剛提到的健康對不對 對 高保濕這件事情 你應該感同身手 高保濕路那麼長的時間 對,我的替代時間 有的時候真的需要長一點 那它的玻尿酸 高分子的玻尿酸 其實讓整個隱形眼鏡 就是戴起來的舒適度非常的好 是 對,你看剛剛的小朋友一直很想跟你打招呼 變太被電到的感覺 高保濕高透氧 然後 所以它健康跟舒適度已經完全肩負之下 然後 外面的那個放電感 跟那個很自然的 讓你更漂亮更有神的感覺 又兼具了 對,因為它還有很細緻的花紋 對,小流蘇 對,我覺得小流蘇這個名字怎麼取得這麼可愛 對 因為通常小流蘇只用在造型上 居然在隱形眼鏡上也可以帶給大家這樣的感覺 我們小時候看那個 就是自然科學還是生物 我們看那個眼球的放大的照片的時候 其實它是樹狀的 我們的那個眼珠子 然後所以它旁邊做一點小流蘇 就是延伸我們眼球的那個樹狀的放射出去的感覺 對,所以我覺得很自然 對,而且你看你這次戴的這個極光灰 它有一種霧透感 因為我們也得到很多消費者的反應 就是我們真的想要眼睛看起來更漂亮更 更顯眼一點點 就是更吸別人的眼球 但是我們不要過於鮮豔的顏色 對,不要太刻意 對,我們又不是在做一些特殊的秀 我們只想在日常當中 每個眼光都是美的瞬間 是 所以這次會不會對你來說 其實戴起來就像剛剛講的 強調自然現在才是時尚的流行 是,自然 而且一切的不管是視覺上 它的美學設計很自然 然後呢,它的就是清眼的這個設 很清,就是清貼,貼眼的設計 對,也是非常的自然 就很符合我們人體的需要 是,而且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抵抗是非常重視每位消費者的眼睛的健康 所以它的抗UV 不管是對紫外線跟對藍光 現在都是所有消費者平常日常生活當中 都會遭受到的光的傷害 對,對 你應該也是常常手機啊 或者是你看我們拍照 現在甚至計程會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光的影響 你會覺得他們這個設計 也對你跟對於所有消費者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貼心的設計 當然,因為現在炎炎夏日 而且不管是什麼時候 不管是懶光 大家在工作辦公室族們 看那個電腦螢幕 其實也很多不同的光源 還有像我們站在舞台上 其實很強烈的光打上來 我們才會看起來好像有一點假耀眼的樣子 其實都是透過很多光打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眼睛要吸很多光 還有所有歌迷們看演唱會的時候 那些雷射光射到你們眼中的時候 真的 其實真的需要很好的保護 沒錯沒錯 沒錯